台北市在今天新增了一例本土確診 這位孕婦她是在懷孕期滿 準備要生產了 到醫院採檢確診 而新北幼兒園染疫事件 台北市是由五名小孩 和一位老師具有關聯性 目前的PCR採檢都是陰性的 但是台北市依然是不敢大意 匡列了三家幼兒園 兩所國小的兩個班級 來採取預防性停課 到這個星期天 台北市七號新增一例本土確診個案 市長柯文哲指出 這名確診孕婦的先生 六月六號就染疫 但孕婦拒絕做PCR採檢 採取居家隔離 這回因懷孕期滿要生產 到醫院採檢 結果陽性確診 對於新北幼兒園染疫風波延燒 跟北市有關的共六人 分別是五名孩童跟一名老師 目前PCR篩檢都是陰性 科文哲坦言不確定是否 為潛伏期 除了先居家隔離 也會安排再做兩次PCR篩檢 此外北市也採取預防性防疫措施 匡列三家幼兒園兩所國小 共四百二十三人 預防性停課五天 當中幼兒園預防性 居隔六十人 國小則是預防性 居隔五十人 第二圈的部分 也是我們這些指標 個案的同學家長或他的同處家人 在臺北市的文山區有兩位 大同區有兩位 那他們的父母的職場 在臺北市的目前 我們掌握的是兩位 北市也公布新北確診幼童案16142 4號曾去過大佳河濱公園 目前已完成清銷 而確診幼童們家長的疫調進度 目前已知有兩人在臺北工作 疫調仍進行中 對於新北市長侯友宜喊出 出現一例Delta確診就取消內用 柯文哲強調會檢視防疫管制表 但不要製造恐慌 一旦出現Delta病毒株進入社區 北市將提高學校停課標準的警戒管制 柯文哲也宣布家驗醫院的管控 除非出現病危情形 否則暫停探病 陪病也只限定一位 記者黃捷 陳信榮 台北報導